李白打夏洛特 前期不要硬刚 在塔下猥琐清兵 即便他是如此的嚣张 又或者 大爷死于非命 但是没有关系 先清掉兵线 让自己生的二气 静静地等待 鸟人的路过 终于他来了 这个距离 一般李白可能就让他走了 但是 我是闪现李白呀 直接一技能接闪现 接两段一技能 一手清联带走鸟人之后 还能全身而退 这就是四段位移的李白 当我再次回到线上的时候 你先等等 你家的防御塔怎么没了 他妈喊他回家吃饭了 那他还会回来吗 当然了 什么时候 下局游戏 这边我在草里等待机会 当我以为对面的夏洛特 不在的时候 冲了出来 但我发现 他好像在 但是没有关系 两段一技能上去清掉兵线 然后 就回不去了 但是我丝毫不慌的 救救我救救我 好吧 其实有那么点慌 最终在跟夏洛特 开心地转了一圈之后 我的CD也终于好了 画地围牢两段一技能 拉开距离 等他追上来之后 诶 我再回来 是的 没错 他还在追 但是没有关系 我相信再绕一圈之后 一定可以甩开他的 李白打干交 在他反应不过来的时间 直接一技能突进 然后直接小平原 给他一点反应的时间 之后再使用二技能 躲避他的控制 剩下的他 可就是任人宰割了 当然这个方法 只是针对 大多数人有效 剩下的一小部分人 一半是因为太过优秀 一部分人是因为 反应迟断 所以其他的人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给我点赞的一定是 属于那部分 特别优秀的人 作为李白 要合理地借用 兵线积累剑气 当作跳板 拖到对面的英雄身上 进行消耗 回来之后等待CD 再准备下一波的消耗 结果发现这个张飞 还没有走 哪怕不是在守护 身后的射手吧 一手清凉带走张飞之后 再回来继续等待CD 结果发现对面的射手 还没有走 虽然你的距离 跟我保持得很好 但是 我带的是闪现 身为一个李白 在逆风的时候 还要学会断兵线 但是在断兵线的同时 还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所以在合适的位置 留下一个影子 是很必要的 两段一技能 突到兵线的身上消耗一下 再回来继续等待技能的冷却 等冷却好了 再准备进行下一波的消耗 哎我去啊 鸟儿你来了 但是不要跟他打 太有打招了 旁边的兵线积累剑气 把他们引诱过来 然后一技能回来接闪现 撤出战场 至于剩下的呢 那就 交给缘分吧 不